郑爽虽一旦出了娱乐圈,但隔三差五都会爆出有关他的一些信息,12月25日,郑爽顺利登上了热搜榜2,很多人都顿觉莫名其妙,还以为郑爽强势回归娱乐圈了呢?原来是因为郑爽没有履行9050万的债务。 而贝海宁东开执行影视投资有限公司已向法院申请执行,目前法院已送达执行通知书,报告财产令,以后执行中作出的法律文书等,情况没有变化的,不再另行公告送达,这笔债务是在12月7日被法院首次执行,如今过了18天,郑爽方面并没有履行,足以看出他已经淡尽良绝了,自从郑爽被爆出丑闻之后,他的麻烦是一直不断, 比如和各大剧方的违约金,各个代言之间的纠纷等等,可谓是要赔偿的金额将十分巨大,如果换作以前,以郑爽的身价,就算债务10个亿也只需要接拍几部电视剧就能够轻松搞定,但如今已失去明星光环的郑爽,别说9050万了,就连1000万估计都很难偿还,看来这一次,郑爽这个老赖的帽子要戴起来了,这些债主们想要成功从郑爽身上追回债务,估计将十分坎坷, 目前,郑爽一家人久居美国不回国,即便借助国内法院的力量也是一筹莫展,有人说,郑爽之所以会遭遇刺劫,是因为交友不慎,被男友张衡给坑害了, 其实,真正让郑爽心徒净毁的是他自己和父母,郑爽成为流量女星之后,其实在内娱的口碑并不好,这一点从他交往过的几人前男友足以看出,而其父母作为经纪人,接喜谈价格,税务等方面更是贪欲十足啊, 所以说,毁掉郑爽内娱事业的人,其实是他本人和家人,但凡自身法律意识强,不搞小动作,又何至于此? 目前郑爽一家人在美国的处境也显得比较窘迫,相比之前的锦衣玉石,显然是有天壤之别,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,爽爸爽妈带着两个孩子一起给郑爽庆祝32岁生日, 而许久未露面的爽爸,已无细日的风光,头发,已花白苍老不少,另外,才只有32岁的郑爽,变化也相当大,发际线后仪十分明显,和朋友合影也是欣慰全无,甚至还没有朋友有气质,尽管自己背负了一身债务,名声尽毁,但郑爽似乎付出之心不死,时常会在社交平台上试水,看看网友们和各方的态度,从这些小作文来看, 郑爽依然觉得自己没有错,看来他是真的想要一条道走到黑了,在美国的生活过得十分拮据,他曾自曝自己每日喝自来水为生,一共有五件T恤和两条牛仔裤,从来没有点过外卖,生活全靠朋友资助,甚至夸张到连一抹金都要省着用,剩下来的钱只为能够给孩子们买些水果和支付育儿教练的费用,真不敢想象, 昔日日静抖经过着奢侈生活的郑爽,居然在美国过得如此清贫,实在令人感慨不已,不过,即便郑爽再怎么以卖残来博眼球,但效果显然是收效甚微,摇看当年,爽妹子的咖位是多么大,拥有几千万粉丝,广告代言细约不断,是何等的生气。